哈囉 各位一隊員的好朋友 大家傍晚好 時間是中華民國113年的7月5號 星期五的傍晚時間 那下班之後 再背著電動割草機到原子裡面 來割了一個電池的用量 電動割草機在那邊 這是這一顆的電池 大概專業模式割的話 大概一兩個小時吧 然後我再割了這樣子的一個成果 那我是原丁老割 我在割草的時候 第一個 我不會割得很大倍 就像原丁老弟它會割得比較徹底一點 但相對的割得比較徹底的話 電池的用量就會損耗比較快 或者是說你割的範圍就會小一點 那我會割得讓這個草是像類似這樣子 不是專業 但是至少這樣子的一個草的話 我們在走的時候就不會有危險 就可以看到地上到底有什麼東西 然後也保持了這個土地裡面的一個保濕跟地溫 不至於太熱 太熱 然後像這樣子割了去 像這樣走過來一趟 等一下再回來一趟 大概那個電池用量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也大概業餘的割草 以自己的那一種耐受的程度吧 背著割草機這樣工作的程度 大概這樣子也是適合休息的 所以這一顆原先第一次採買的電動割草機 剛好適合我的使用 剛好適合我的使用 那也利用割完了之後就是走一趟 那最近也在看了一下 有那一種乘坐式的割草機 日本的品牌 是不是叫 Awesome Rick 然後查了一下 哇嚇死人 那一種乘坐式的割草機 日本的那個品牌 一台比較貴的是28、9萬 農機補助式最多 乘坐式的最多補助1% 然後上限是8萬塊 所以那一種乘坐式的適合我們這個大小的 那一個日本進口的 原裝進口的這樣的割草機 一台要價將近要20萬 但是如果有那個上手的話 我想應該就會很容易的維持 這個原子裡面的草的生態吧 那我看那一種乘坐式的那一個形象的割草機 它的輪胎 搞不好就可以直接在路上行走 那從家裡開到這裡來搞不好可行 好 沒關係 我們就慢慢的看吧 總有一天我們會 找到一個更好管理這個原子 那目前這個原子 你有在持續關注的就知道啦 這從去年9月 9月多的那個火災 然後再慢慢的復出 那我在等待今年11月過後 要開始來做這些 嫁接的工作 那也利用這一年的時間 也體驗了一下各品種酪梨的優缺點 所以到時候的嫁接可能想法又會不一樣 可能想法又會不一樣 可能想法又會不一樣 那這一些果樹 有些從火災中挺過來了 有些就是原來的接穗掛掉了 是底下的枕木又長新芽 長勢健壯的直接利用來嫁接 那長勢不健壯呢 就直接種新苗 或是種死生苗新的下去 反正業餘栽種吧 我也沒有時間的壓力吧 就這樣子 好 那我這樣子逛了一趟之後 就是今天下午用 一顆電池的電力 割了來回一趟的這樣的草 那其實我現在走的這一趟 在我們一兩個禮拜前就割過一次 那這算他這兩個多禮拜的第二次 就會比較好處理 比較好處理 那這一些割掉的草 明天之後他大概枯萎了 之後就會越來越 就會草巷越來越短 那剛剛中間有 兩三個小段是有那一種狼 狼 狼 狼尾 狼尾草 是不是 那個部分到時候再用挖的 那這次是我們 酪梨磚區 草生栽培的酪梨磚區 目前的樣台 所以今年的尬心就是大概是 各位數吧 各位數 但是沒關係 看到這樣子一片綠意盎然 至少心情是快樂的 好 那今天的作業就大概到這裡 到這裡 等一下我們要再去做 第二件事情 好 簡單的記錄今天的割草的 成果吧 小小的成果 分享給有興趣 我們一定的好朋友 參考囉 下次再見 拜拜